采访席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采访席 我是主持人林二 那首先呢 也是恭喜RNGM客场作战 战胜了YTG 那现在战胜我旁边的呢 就是来自RNGM的一笑 一笑跟他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笑 一笑你好 其实之前一笑一直没有上场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个故事了 有个故事了 是吧 在两个月前的一天 然后我们不是电竞选手 没有早上吗 然后就想着中午喝粥 说养生之道 然后跟我们那个报告类说 那报告类就说 这样不行没有饮料 然后两个月后 那某一天 我喝就喝进医院了 喝进医院了 然后就状态也不稳定嘛 然后就一直在调整 所以需要休息一下再上去吧 那其实最近这个热度也比较大 想问一下 你如何看待一下 这个队员轮换这个事情呢 其实队员轮换是对战队是有帮助的 因为每个队员有不同的风格 能够更加适合地配合教练军那种打法 那其实RNGM也是客场作战来到成都 客场作战的感觉怎么样 客场感觉 因为我比较喜欢成都这个地方 因为我以前在成都待过 那你是自己也比较喜欢吃辣吗 对对对我比较喜欢吃辣 其实今天第三局啊 我们发现打得特别精彩 那你这一波太乙镇人的花式逃生 你当时没有想过会被主宰拍死吗 我当时特别的自信 特别自信 直接一个前 直接就过去 然后就 我想着当时他正面在找我 我就想我跑哪个草 然后就蹲在那里回城 是吧 所以他也很紧张刺激他 看了我捏了一把汗 那最后也是差点被YTG翻盘啊 但是心情怎么样 当时我们是快乐上高低的时候 就跟无一凤上高低嘛 然后就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那暴风泪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 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啊 对 然后没有人照顾他 当时就是太兴奋了 然后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C位 这是我们前排的四择 后来也是及时调整了嘛 那下一场比赛啊 即将对战到A级超王会 觉得胜率有几成 我觉得胜率五五开 五五开是吧 很谦虚啊 那我们再次也是恭喜RG 我们拿下胜率 也感谢一向要介绍我的采访 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交给评论席 我们下期再见